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NURM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曾康的戏剧人生 在2022年4月10日,曾康独自一个人 从香港娶到新加坡,前往马来西亚旅游 并且在Facebook分享他的行情 他在途中遇见当地文化人和专栏作家蔡兴隆 随后他以食客身份低调到访游佛居 各处小食中心、食角、冰室和咖啡店等等 而且和当地的摊贩合影留念 在2022年4月25日,曾康在马来西亚旅游园北 由新加坡一,独自一个人回到香港 由于当时有疫症,于是他就在防疫酒店里面 当时酒店就是九龙酒店,进行隔离检疫 在4月26日晚上,他就打电话给他的第二女 曾慕雪,表示他胸口疑疑门门和有点痛 于是他的女婿即时拿药物去到酒店了 并且要求酒店员工代为交给曾光 时间到4月27日早上,曾慕雪打电话给他的父亲 但是电话就没有人接听 于是他就要求酒店的职员上去房里面查看 看看为什么没有人接听电话 于是酒店职员就上去 对了,由于没有人应门 于是家人就要求酒店开门 但是曾光属于隔离人士 因此酒店就需要联络卫生署 然后才可以开门 当时就发现曾光已经倒饿在房间里面昏迷不醒 及至到警员和救护员到场后 就证实了很不幸,曾光已经是不治了 当时曾光享受是88岁 在此之前,曾光曾经进行过新冠病毒的快速抗原测试 结果是阴性,即是说他没有中病毒 这件事件令人关注到香港的检疫安排 是否应该多一些人情味呢 比如说疫情缓和的时候 应该容许那些长者在家里面检疫 又或者准许亲属进去酒店陪着那些长者一起检疫 来到方便照顾那些老人家 为了悼念曾光 香港和新加坡各大电视台 都纷纷播出了特别的节目 或者他参演过的作品来到纪念他 那无线电视翡翠台 就以桃花影乐别增江这个名义 在2002年4月30日晚上11点55分 和5月1日凌晨12点分两次 重播了曾光为电视台为TVV拍摄的最后一个节目 这个节目就是四个小生去旅行 每晚就连续播影五集 后来在5月1日下午1点15分 重播在1966年拍摄的粤语长片 《铝黑合木兰花》 这套《铝黑合木兰花》 就是曾光和雪梨领涵主演的 也是雪梨的成名作 在5月7日晚上 重播2017年香港电影《追龙》 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香港开电视 也都以永远怀念曾光这个名义 在5月1日晚上9点 重播1991年香港电影《中环四海》 而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有线电视 也都在5月2日晚上8时45分 重播在1991年香港电影《悲豪》 至于ViuTV 在4月30日晚上9时30分 就在周六好气势中 重播曾光 获班第三十四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南配角奖项 这一套 2014年播出的香港电影《涉听风云》 第三辑 新传媒的第八频道 在4月30日晚上10时30分 在周六气院的时段 重播1991年的香港电影《中环四海》 的华语翻译版 今天和大家分享曾光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又暂时告一段落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和分享 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阿N与阿N频道 我们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曾光的戏剧人生 主持人生 私在一起 我们下集续和集合 明年的 silently 三